一說到平民王妃 大家可能會先想到英國王妃凱特 與她背景相似的 還有現在丹麥王署的妻子 瑪麗 瑪麗嫁入皇室之前 在澳洲任職房地產銷售經理 丹麥王署佛雷德里 起二千年 因為參與悉尼奧運會的飯船項目 所以到了澳洲 並在酒吧喊後了自己的灰姑娘 當說他們只可以談異地戀 後來瑪麗辭去高薪工作 搬到來皇室近一點的巴黎 並且充分發揮自己的母語優勢 成為了英語老師 從此之後 他們的見面也都頻密起來 也引起了媒體的注意 她先是在微軟駐哥本哈根的公司工作 由苦練丹麥瑜和皇室禮儀 最終獲得了丹麥皇室的認可 剛剛成為皇妃的時候 她一直因為疑態問題 被受公眾批評 通過努力 逐漸提高審美觀 成功逆轉為歐洲潮流的指標 2015年 有英國雜誌 訪問3萬名讀者 投票選出最時尚 年輕一代的皇室成員 瑪麗皇妃就得到第一名 而凱特只是排第3名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目前為止 選出最后15年的